只是换衣服 脱鞋子 上床 简单的动作却得要外籍看护全程帮忙 无奈这样的生活 吕先生已经过了20年 客人在挑那个建材木板的时候太重 承受不住直接压在我的头上 然后造成我的脊椎四五六节粉碎心骨折 然后整个中树神经断掉 整个访问过程在一旁的外籍看护 同步紧盯任何状况 他是DC 来自菲律宾 在这里工作已经将近12年 大家会讲说长工一个月三万多块四万多 零加班大概四万多块什么之类的 那当然对他们这些看护工的诱缘就很大嘛 就怕这一走要再请人就难上加难 而会有这样的担忧不是没有原因 大投资潮加上疫情的危机 台湾面临30年来最严峻的缺工危机 加上薪水的落差 他移工纷纷往工厂来移动 而国际上日本韩国也来抢工 平均十几份工作抢一个人 史上头一回移工引进 由买方市场变卖方市场 为了改善营造业缺工 政府陆续松绑三栋工程 民间工程引进移工的限制 没想到疫情一烧 移工全被锁在国境之外 加上日本端出牛肉 也让整个东亚用线抢工大战 自从我去年我的移工逃跑以后 我到现在还很难找到 因为难找到的原因 除了那些人 那些移工他们坐地起家之外 日韩他们抢工 抢的是产业移工 但是我们这些台湾的大老板们 为了要降低成本 他们抢不过国际了 就换来抢我们国内的家庭看护工 看准抢工大战终将开打 国际早已提前布局 日本早在2019年修法 预定五年内 引进约34万外籍劳工 不只保障其邻友 与日本国民相同的最低工资 约新台币四到五万元 工作满五年后 只要通过语言检定与技能测验 外籍移工甚至能取得有助资格 而韩国则是以双聘制度 陆续和16个劳工来源国 签署双边合作协议 用国对国的方式 由政府引进移工 等通省去抽东抽西的仲介角色 像当初在不久前 越南移工首选出国工作的地方是台湾 但2018年日本正式超车 成为越南劳工最大输出国 根据官方统计 2019年全年约15万名 越南劳工出国工作 当中就有8万人超过五成前往日本 反观台湾只有五万四千人 而这差距还在持续拉大 国际抢工大浪无疑正向台湾袭来 顾及产业发展及照护需要 医工需求只会更多 如今劳动部达出大绝招 明年研拟新制 开放移工入籍台湾 增加对外籍移工来台的吸引力 深陷国际抢工浪潮 任何措施都紧紧牵动 台湾在这一帐 可没有边缘化的本钱 TV新闻徐坤山 展望月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